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 他们都不出兵 而我们才建国几个月 陈毅同志说的对 我们现在需要休养生息 林彪继续分析 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 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 立即与中国建交 这可能是一个阴谋 但不失为一个机会 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 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 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 毛主席沉吟了一回 问他 美军会不会越过鸭绿江 林彪答 美国若想介入中国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所动作 而我们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 入朝作战不是上策 林彪总结说 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 而打赖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滑巴了 屯兵不打 出尔不战 这就是林彪给毛主席提的朝鲜建言 大家说 林彪见这条旗策 毛主席若财纳 历史将会改写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